男人在影院里与两位美女花天酒地的玩了一夜 结果第二天早上一到家 迎面就送来一个大逼斗 妻子质问他这两年都去了哪里 阿伟听后一脸的懵逼 自己只不过出去一晚干嘛这么生气 可当他看向墙上的日历后瞬间傻眼 明明是1997年却变成了1999年 阿伟当场被吓傻晕死过去 这就是2024年最新上映的惊悚大片《昼夜梦惊魂》之电影院 阿伟只是误入了一家倒闭的电影院 没想到第二天回家后 就发现自己失踪了整整两年 解释自己只是出去了一晚 可妻子却不肯相信他 还怀疑阿伟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阿伟解释不清楚 只好跪下来祈求妻子的原谅 但妻子和孩子始终捧着脸不肯原谅他 直到这天 妻子在给阿伟洗衣服时猛然发现 袖口上残留着一块绿色染料 接着他又从兜里翻出一张百元大钞 这才猛然想起 染料是阿伟离开的当晚他亲手涂上去的 因为他来了姨妈肚子痛的怀疑人生 阿伟担心妻子就提议拿出家里剩下的钱 去给他买药 而阿伟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看见这两件东西后 妻子选择相信阿伟 阿伟一直说自己只出去一晚 可妻子却已经带着孩子独自生活了两年 他不想再抱怨阿伟的离开 也不想去搞清楚阿伟消失的真正原因 只要他们一家三口能在一起平安的过日子 他就心满意足了 然而吃过饭的阿伟却犯了烟 买烟的路上 他看见一个男人推着一辆摩托 于是就好心地上前准备帮帮他 却不想这个时候不远处 突然冲出来一大帮人 对着男人一顿棍棒伺候 阿伟才意识到车时男人偷来的 他赶紧跟人家解释说自己跟男人不是义 可还没等他话说完 一个小弟下手没个轻重 竟当着阿伟的面砍断了男人的脖子 阿伟被这一幕吓得不轻 转身就朝着巷子里疯狂地逃命 却不小心又跑到那座荒废的影院 为了不被身后的人抓住 阿伟只好冒着风险再一次走进影院 一进来他就将自己的遭遇 告诉给了影院的老板 可两人听后丝毫没有放在心上 男人先是递给阿伟一杯酒让他押近 然后开口问他对现在的生活是否满意 阿伟沉默几秒钟说道 自己曾梦想过会变得非常有钱 可如今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 一想到妻子和孩子跟他一起受苦 阿伟的心情低落到谷底 然而这时男人却告诉阿伟 有一个改变现实的机会 如果想回家跟妻子团聚 过回以前的生活就从后门走出去 而要变得有钱大可以走前门 他们给了阿伟一晚上时间考虑 可第二天一早醒来的 阿伟想到的却是妻子跟孩子 他毫不犹豫地打开后门走出去 然而等他回到家时一切都变 妻子跟孩子不仅不在家 好端端的房子也被人拆得乱七八糟 从装修工的口中才得知 这里正在装修一家超市 而他的妻子跟孩子不久前已经搬到了郊区 听完后的阿伟瞬间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果不其然 当他敲响妻子的房门后开门的却是一个男人 原来阿伟不知不觉间又失踪了三年 为了生活妻子只好找了一个接盘侠 看着阿伟离开的背影 妻子躲在窗口看着心里也十分难受 阿伟以为跟妻子再无缘分 于是他再次返回那家营院 老板看他可怜留他在这里帮忙验鸣 起初阿伟对这份工作很满意 不仅有合身的西装 还市场有美女相伴 可妻子这天在吃饭时却看到一条新闻 报道上说他们所在的城市里 突然出现上百名精神病患者 而他认出其中一人就是自己的丈夫阿伟 妻子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阿伟两次不明原因的失踪 竟是患上了精神疾病 于是赶紧骑上摩托车外出寻找阿伟 然而当他发现阿伟时却看到可怕的阴影 只见昏暗的树林里站着数百 他们目光呆滞看上去像是一个个活死 原来城市突然出现上百名的精神病患者 竟是有异教徒在背后操控 人群里妻子发现了丈夫阿伟 可不管他如何呼喊他都没有反应 原来阿伟的意识一直停留在电影院 甚至遭到上百个人压在他的身上不能动弹 为了救回自己深爱的丈夫 妻子拿起一根带刺的棍子当场刺伤异教徒 男人吃痛后捂着肚子转身朝着树林逃命 而随着他的离开 原本昏暗的树林逐渐恢复了正常的样子 可这样就能挽回自己的丈夫了吗 妻子喊了几声阿伟依旧是没有反应 在阿伟的潜意识里 虽然在他身上压着的那些人不见了 然而就当他想从后门离开时 身后的老板突然叫住他 然后告诉他回到家人的身边只有痛苦和失望 甚至还会给他们造成负担 阿伟深刻地反思着老板说的话 因为他深爱着妻子 最后他还是决定留下来不去打扰他们的生活 而代价就是他变成了一个活死